大家好,我是蔡可舟醫師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在這裡,我們一起走向健康自然之路 我們2022年新推出的系列叫做 阿祖家裡講 這個系列是用一個短講來跟你講 我們第一講要講什麼叫做自然骨科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自然骨科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要談論自然的原理 就是說我要跟你講 這個世界是怎麼運作 你的身體是怎麼運作的 這個原理是不會變的 你了解這個原理呢 你要自己去做 有一天你做了21天以後 你變成你的習慣 最後你習慣成自然 所以我常常鼓勵我的病人說 聽到不夠不夠要去做到 做到還不夠要做成習慣 習慣就成自然 所以自然骨科有兩個層次 一個就是你要知道原理 第二個你要去做 第三個要做到變成自然而然 這叫做自然骨科 所以我們的知識 你自然而然 你就是一個端正的知識 這叫自然骨科的原理 那我們要講自然而然 那什麼叫做自然而然 就是說它已經變成你生命的一部分 你舉手投足你的言談舉止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鍛鍊的時候 一定要鍛鍊用心去鍛鍊 鍛鍊到你的身體跟你的心是一致的 可以隨心所欲而不予舉 這就是孔子所說的 那這個東西是需要去操練去鍛鍊的 我們的身體是一個小宇宙 那我們對身體一定要去了解 就時間的無限叫做宙 有時間的意思 那宇是空間的無限 所以上下之方之位宇 不往今來之位宙 宇宙就是空間跟時間的無限 那宇宙裡面在運作的東西 它就是自然而然 不言而喻 所以我們就是要順應這個宇宙 然後到最後你自然而然 那什麼樣子才能夠做到自然而然呢 它是需要等待的 要等到你甘願 所以自然的東西它是不會強迫別人的 它是等你 因為你撞斃了 有一天一定要回來 因為你沒有造成自然的原理 所以其實天地都在等著我們回歸自然 那是要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浪子回頭 等到你自己甘願 有時候我們台灣話說 你感覺怎麼 已經試過那麼多那麼多的方法都沒有用 原來問題在我自己 我自己甘願的 我自己願意順服自然的 這個問題就解決 所以我常常跟患者說 我只是你的教練 我不是你的醫生 真正的醫生是天 天會醫治你 但是你要順天 順著天的自然的原理 然後你就變成天的一部分 你的身體就會好起來 所以這是一個心態上的改變 這個心態的改變 要等你甘願 你要心甘情願 做這些事情 有的時候我們 最好是一開始就心甘情願 不要滿頭包再心甘情願 就是其實天都是愛我們的 那我們在講這個系列叫做 阿祖家裡講 的意思呢 這個講完的講 也是台灣話說 跟你講 就是告訴你的意思 家裡講的阿祖跟你講 你就很怕 長輩告訴你 你斟酌的聽 仔細的聽 這個都是我們希望 用我們的文化裡面的這個底蕴 能夠告訴你 什麼叫做家裡共 我們今天來說文解釋一下 家字的由來 大家家庭專家家事 這個家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這個是甲骨文 這個家是門底下 一隻是什麼 這是一隻豬 原來家的意思 就是這個有一個空間底下養的豬 以前的人 他是遊牧民族 他沒有一定進入農業的時候 農業社會才有這個豬 這個豬呢 有一個住的地方 因為豬的患漏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豬的繁殖率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有的豬呢 就代表有了一個固定的居住的地方 所以有家 有家真好 原來家的意思 就是門底下有一頭豬 有一群豬啊 吃飯睡覺的地方 所以我們回到家 就是吃飯睡覺生小孩 所以這個家就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如果呢 你回家還要工作 是一頭牛 這個門底下是一頭牛 叫做什麼 牢房的牢 那牢也不是不好的意思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釋 來 所以呢 古代的人 這個家 為什麼用一隻豬 因為這個空間呢 是要供奉神明的公豬 所以以前的人呢 平民百姓 叫做小戶人家 他只能夠供奉豬 天子才能夠供奉牛 所以我們說天子要的是牢靠的牢 而且天子有那個權力叫你去坐牢 如果你在家裡頭 你就不要工作了 不要又做牛 他供奉的時候是三生 就是牛 羊 豬 那平民百姓就是供奉公豬 而且一定他是供的 有生子能力 然後呢 公豬才能夠獻祭 所以就是說 代表要獻最好的 要獻給神明 所以家裡供 那個供就是供奉 就是你要用最好的 來奉獻給你的神 我們是這樣重視 我們的神明 好 這公豬大家都知道 這是賽公豬 歷史上我們台灣最大的公豬 在三峽 這個很重喔 說實在 現在要看這樣公豬也很少了 我曾經去參觀過 然後呢 公豬要奉獻的時候 一定要 寒一顆橘子 這個橘子在台灣話叫 就是說它代表甘願的事 甘願 就是說我這隻豬 我奉獻給神 我是甘願的 我替你死掉 你不用再死 不用再受罪 我奉獻給神明 來贖罪 所以就甘願 就不含怨 你含的是一個橘子 你就會甘願 所以你要知道啊 人的犧牲都要甘願 不能夠 不甘願 不甘願就會有怨氣 怨怒 這個一定要甘願 所以當你甘願的時候 你就願意順服 你就不會含任何的怨言 所以一個人 如果有任何的怨言 就是你沒有取得他甘願 連豬都這樣 人家豬 做任何的事情 你要甘一個甘 人家甘願 他不能夠勉強 勉強就會有含怨 想到這邊 讓我想到 聖經裡面的一段話 這裡說 主耶穌 耶穌 為我們舍命 我們從此就知道 何為愛 我們也當為弟兄舍命 就是說 神愛我們 是祂甘願的 那我們 也因為領受到這個愛 所以我們也甘願 順從這個自然 在這裡 這個阿祖家裡講 做一個介紹 也做一個起頭 希望我們 以後能夠一起再見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收看 相信影片對你有所幫助 有任何的疑問 請在下面留言 記得訂閱 按讚 加分享 我們下次影片見